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幸福經紀人介紹是因為有看電視 他有那些幸福空間的資訊 有問他 那他意思是說 你可以多找幾位 你自己做評估 原來我也有找設計師 那找那個設計師來了 他當然他這樣 設計師是完全免費 那建造費也免費 我說那你這樣賺什麼東西 他說那有一些廠商的這個 這個買東西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回扣 那我就覺得說 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因為這個應該是朝向 很正常的一個利潤 所以說後來我才又找了 另外的設計師這樣 那有一些講堂 資訊的講堂 那我跟我太太就有報名參加 那一起過去這樣子 那當然也了解到很多 他講的一些狀況 20年前 那我剛搬 那時候也這個房子 也就中古屋的時候 我自己有做過 但是這個做過的時候 因為經驗也沒那麼足 所以說 有一些東西都會拆掉 又重做的經驗 因為這個是聯繫的工作 很多都是多元化 那你互相的聯繫的工作 要做得很好 那可能考慮的話 設計公司的話 他會比較抽象一點 而且他比較專業 有經驗 有了幸福空間 這一個第三方 設計師那邊也比較會有壓力 讓這個工程能做得更完美 因為這個中古屋難免 有時候當拆完之後 會有一些瑕疵的地方 還有粉刷之前 你要一定要把水電的管路 全部都要配好 而且配得很適當 絕對不能更改 你一更改的話 差一點點都不行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水管 那幸福空間也有派人來 指示說怎麼樣去處理 去補足 比方說 哪個地方有鋼筋外露 有生鏽什麼 他都會幫我們用鐵刷子刷 所以還不錯 最主要是很有保障 這一筆錢是擺在這個銀行 等於是一個信託 所以說能讓這個屋主也很放心 不會說像有些設計師 做一做以後 跑走這種情況 所以說我們如果說 哪裡有瑕疵 可以很放心地說出來 跟那個設計師溝通 我曾經擔任過建設公司的經理 有幸福經紀人專業的協助 讓裝修更順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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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